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 叙利亚击落以色列F16局势更加波云诡诀以一战事一触即发 据2月10日以色列国防部证实称 以色列的一架F16战斗机当天在叙利亚战场执行任务时 被叙利亚军队击落 这样的消息传出后 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很多人都认为叙利亚军方击落以色列战斗机 这件事背后一定同伊朗有关 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中东地区的局势会变得更加波云诡诀 甚至不排除出现更大的战事 根据以色列方面的说法 此次以色列派出F16战斗机到叙利亚境内 就是为了打击驻扎在叙利亚的伊朗军事基地 虽然伊朗否认有军事基地存在于叙利亚境内 但是以色列方面不禁一口咬定 而且还暗示此次F16战斗机之所以被击落 其实就是伊朗和叙利亚共同所为 这就意味着伊朗有卷入这场事件的可能 众所周知 长期以来伊朗和以色列两个国家的关系就非常不友好 特别是叙利亚政府同伊朗的关系如此密切 更是让以色列感到不爽 据传此次叙利亚军方击落以色列F16战斗机的消息传出后 最为高兴的并非是叙利亚人 而是让伊朗人感到相当开心 这足以能看出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相当糟糕了 甚至目前有分析认为此次以色列的F16战斗机被叙利亚军方击落后 很可能会引发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事爆发 因为在以色列看来表面上是叙利亚军方击落了F16战斗机 但是实际上是伊朗在幕后操控的结果 所以不排除以色列会找伊朗算这笔账 一旦事情真的走到这样的地步 确实不是好事 看到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事有一触即发的态势 这立刻引起了世界上各主要大国的极度担忧 在很多国家看来 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真的开战 那么这不仅会造成中东地区局势的更加不稳定 而且还会引发世界局势的混乱 无论从哪一个层面分析 以色列和伊朗一旦开战都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从两国的军事实力上看 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势必在伊朗之上 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真的开战 那么伊朗很可能会战于下风 不过伊朗的远程导弹也并不差 一旦对以色列发起攻击 很可能会造成以色列的重大伤亡 所以希望以色列和伊朗能够保持冷静 切勿因一时冲动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利润懒洋洋